大家好 今星期港股算是相當不錯 雖然臨尾星期五來一個回套 但始終今星期曾經有兩個交易日 突破過3000億的成交 亦突破過3萬點的心理關口位置 當然去到一些比較高的位置 RSI之行之14RSI 其實高位差不多是接近85樓上 短期來說在北水投放 的確是星期五或星期四開始是減弱的時間 其實市亦有短期調整 短期調整在所難免 但調整幅度對你多深 暫時說10天線附近 接近29,000 其實支持會比較明顯 而上方可否再試多次3萬或企穩 要看市的成交量可否持續 在下星期再次回暖才有機會 當然本港方面在疫情的情況下 其實亦有很多不同的地點 大家都會有一定的強制檢測活動 令市的觀望情緒會比較嚴重 但我想在下星期的中期已經可以慢慢消化 只是未來市可否持續有資金派遣 未來當然是看拜登上場之後 其實今星期拜登上場 對中美方面的關係 未有最新的講法或演繹 我想要等待最新在拜登未來一些演講 或者對中方表態 可能市場方面才會進一步明朗 暫時在下星期初期的情況 都會維持在29,000至30,000點水平做波動 除非未來美元大幅反彈 港股的吸引性有機會因此被拉走 到時調整幅度有機會再次加深 另外一點要留意一下內地方面的偵測商 會否對股市干預的時間是多了 若是的話市都是另一個調整的機會 但當然現階段的市 既然投資或成交金額都比較暢黃 其實我覺得未來市場氣氛 未來在下星期的時間 都可以維持正面的投放 而股份上 當然今星期大家都看到科技股份 其實都炒到飛氣 但維持在SARS股內就升得比較厲害 我想下星期都會維持著這幾條 新能源、SARS類的科技股份 和醫藥類股份都會比較省鏡 而車股其實今星期當然有不同的消息 但下星期我相信在新能源車 未來都會比較多的消息來做推動 其實汽車股下星期都可以繼續成功吸金